一行鸭子在热带雨林里探险 后面一个身影鬼鬼祟祟一如鬼祟 今天我们来考古鸭子侦探中最童年阴影的一季 无头幽灵 姑妈陪维勒一起执行光头总探长交给他们的任务 负责保护灰鸭博士一行鸭子去探险消失的城市 肯布塔卡 姑妈还着有兴致的想抓一种珍惜蝴蝶 探险小队里除了灰鸭博士和他的两个助手 还有一个眼镜鸭是个专门请家来探险的银行家 期间眼镜鸭一直深色慌张 原来贵鸭博士在出发前曾收到了一封哄客信 寄信人数名无头幽灵 贵勒停后帮场一口毒奶 但愿这一次你别再碰到什么神秘的暗子了 欧皇嘛 说啥来啥 话音高落 一个带着神秘面具的家伙便跟了上来这么大的雨林 还好贵鸭博士这里有一张古老地图 可以指明遗迹的方向 然而下一秒他便被腾乱半岛触发了大石头机关滚向中压 好在有惊无险大家都没事 姑妈感觉这个大石头很可疑 是能不可疑吗 谁家好石头这么会踩点的 维勒信誓旦旦的和眼镜鸭说 绝对是有鸭暗中做手脚 难道又是经典的三远一 间接着众鸭来到了一个看着就要出事的吊条 不出意外的 出意外 千万别人走都没事 等到姑妈维勒走过去的时候 吊条绳子当场断了一根 是不是整我们姑妈 寒心 真正的心寒 不是大吵大闹 不知差点脏身峡谷 最后鸭是安全过去了 但姑妈的随身物品却是散落一滴 尤其是一些世界旅行期间收集的各国遣蔽 哇眼镜鸭老鸭鸭了 丧气道 哎呀那这可别是最后一次旅行了呀 回头是不可能回头的 毕竟桥都断了 回鸭博士还是充满了斗志 坚定向前 维勒又开始怀疑红帽子助手 姑妈作为自身侦探 有请提示 没证据的事不能轻易怀疑鸭哦 好让我们感谢维勒的毛利小五郎体质 可以排出红帽子鸭了 终于天晴了 雨停了 鸭子们又觉得能醒了 在巫师那租了一辆独木舟 顺利而下 过来不出意外的又出意外了 船底破洞 小船迅速下沉 众鸭们激流涌进挣扎上岸 给眼镜鸭吓得差 以为自由严死了 官方吐槽最为致命啊 别胡说 我们是鸭子 上岸维勒又怀疑上了 一路拿相机的女助手 可是姑妈提醒她 要下女助手都去捡装备了 那并不是她呀 旁边眼镜鸭也打起了退堂鼓 不过没关系 龟鸭博士已经发现了一击 眼镜鸭见状顿时来了兴致 对着遗迹石柱上的象形文字翻译起来 本来一切平安无事 然而到了晚上 仲鸭露营休息 突然的这号角声传来 仲鸭惊醒 眼镜鸭直接吓得钻到了坛子底下 随接只见一个无头幽灵 骑着大球鱼就冲了过来 路里面就跑了 原来无头幽灵是真的 第一就怎么过去了 哥林安重压分头行动 踏出遗迹 就说这维勒依旧不改欧皇体制 摔一脚就能找到线索 怎么古级里还有自行车车者呀 古智俩眼着痕迹走到一个遗迹前 维勒压掌一推推开一扇暗门 哦吼 这里面还密室呢 里面不但藏着无头幽灵的拳套装备 连那个大球鱼也在 先看一看 原来是辆劈皮自行车 各种证据就在眼前 姑妈瞬间如同闪电 穿闹而过 姑妈懂了 你根本不是什么银行家 多年来你一直在偷到遗迹里的艺术品 这回就是灰牙博士要来探险 你害怕事情败露 所以写恐恶心 编造无头幽灵 吓唬灰牙博士 结果博士不怕 于是你又加入了探险队 趁机制造陷阱障碍 吊桥绳子是你捡的 独木船船底的洞 也是你凿的 真是当的一手好演员 纪念如姑妈 早在眼镜牙分不清姑妈的外国钱币时 姑妈就开始怀疑她了 银行家怎么会不认识启言呢 尤其是她作为一个银行家 居然掌握只有考古学家才知道的相情文字 眼镜牙就此落 可事情仍被告一段落 一只尾随探险队的面具牙出现了 面具一摘 居然是光头总探长 原来光头总探长一直怀疑眼镜牙 但苦于没有证据 只能一路跟随 这下好了 鸭哈房病户 伟乐立下大功 探长压着眼镜牙回去接受审判 姑妈也得偿所愿 抓到了珍稀蝴蝶 郭亚博士忍不住夸赞姑妈 不愧是你 这是常有的事